如果他今天沒有換車繼續走 那就是18條的命 那這樣子的兩難 是不是交通部鐵路局 是不是我們交通部一直以來 制度放任這個制度殺人 不只是在我們的軌道運輸業 更在我們的航空業捷運業 是安全重要還是尊點重要 在日本車子都可以不用靠站 就能中途停止 馬上檢查是否安全有疑慮了 在台灣溜得進宜蘭就溜得進宜蘭 連拖帶爬也要進花蓮 行政員是有一個行政調查小組 那裡面都是外國的東西 如果你還是敷衍我們 我們絕對會再來 人力要補足 人力要補足 反共有協商 反共有協商 請各位民眾保持冷靜 不好意思 為了避免受傷 還是請各位退回 退回台阶一下 你們訴求我都已經表達了 親警台不要了性 我們完全是非常理性的 因為今天是台鐵發生這樣的悲劇 然後招了部派隨便一個處長 完全沒有辦法回答公會的訴求 我們才選擇說要進去 去找部長 部長出來 部長出來 公會協商 公會協商 臨時